今天3月6日星期五 跟大家聊的這分鐘是3點15分 跟大家要提早談的原因 因為《財經台》節目我做到大概4點10分左右 之後我4點半就開始起行 就要進去上水 那就是大概20分鐘的時間 20分鐘要跟數碼通做訪問 要做些廣誼 還要跟廣東電台做訪問 我根本上不夠時間 唯有早一點跟大家聊一聊 市仍然是反覆帶遠的 因為3月直到現在這分鐘 整個市仍然是先高後低 高位是2日24,998點 低位暫時來說 已經下移到今天暫時的高位24,126點 800多點的跌幅 其實相對一個月來說當然是小 但相對一個星期來說 就有少少急落跌了 不要忘記 2月份整個市仍然是升了876點 由於一個月的高低位 一般來說不會在一個星期之內出現 就是說 這個星期一出了高位 今月的低位 如果按照這樣的計算 可能都要在下星期三之後才會再出現 幸好的地方就是暫時仍然是3月份的上旬 先行找低位就看看中旬有沒有辦法斷定 下旬有沒有辦法逐步逐步回升 好像2月份臨拉市那天才升破 5澳的高位25,048點 但是市裡面是怎樣的情況呢 很多板塊暫時來說都是反覆大圓 磁形地陸續地沒有什麼看頭的 包括一路領航的券商股 現在處於一個整固的階段 那麼壽險股也是處於一個正常的消化 內銀股更加是有這麼多是大圓的 好了 再看看其他的板塊 石油板塊當然不需要多磅 油價低迷大家都知道這個板塊 暫時來說都是沒有人走的了 電信的板塊就不是太過差 但是沒有驚喜 好像中移動的股價 仍然處於一個整固等變的形態之中 那麼至於香港本身的地產股 老老實實 除了長和是有少許重組的刺激之外 其他的都是原地踏步居多的了 那麼內銀是怎樣呢 亦都是反覆大圓 就是說沒有哪一個領航的板塊 可以站在那裡帶著市走的 暫時是沒有的 既然沒有的話 市應該就是整固等變 但是10個牛皮就9個蛋 10個蛋市就9個跌的 市裡面還有很多其他衍生工具的 當市一馬一馬跌穿某一些 重要的支潮位的時間 那麼有一堆的牛證就被回收了 牛證是被回收的 那些發紅商呢 為了發紅這批牛證的相關的 一些對沖的一些旗子好倉呢 可能它也都需要減次 所以很多時候呢 跌穿某些防線的時間呢 總是覺得那些是跌得急一點的 反過來 當部分紅證一被回收的話呢 一些旗子淡倉都要蓋倉 其實來說是一樣道理而已 暫時來說呢 五角交易天呢 其實來說跌了八百幾點 但是我覺得呢 金會議的波波應該不止那麼少的 問題就是 會不會月頭跌到月尾這樣解呢 那這個可能性我不敢百分之一個說是沒有 但是呢 我覺得呢 月中的市是會斷定 或者等機會慢慢慢慢走上去 至於能不能夠上貨二四九九八呢 這個反而是下回分界 因為呢 恒指要擺脫逐沉低位的形態和趨勢呢 有一個條件 就是必須要回上去五十天線流上 一日指數仍然在五十天線之下呢 反覆逐沉底形態根本上無法消脆 當然知道啦 如果是能夠回到十天、二十天線流上 當然是最好啦 其實呢 跟大家談一談啦 包括十天、二十天和五十天線呢 全部混集在幾百點之內 就是說如果那個指數在現在這個水平 升六百多點 已經可以出現一個升破信號了 相反來說 跌多幾百點就當然不用說了 是會進一步擴闊今個月的下限的波幅啦 那值得一提一件事就是說呢 整個市吹完沒有太大的方向 但是市不是很大顧額的 只是陰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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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下 那傳統來說三月份呢 就是第一年的季節的 每一年第一次的季節 那一般來說呢 都略帶粉色的啦 那再講啦 業績公佈啦 跟著炒除靜啦 搶食啦 等等等等會出來的嘛 那至於第二季可能也都有深廣東 所以呢 對於一個短期的事呢 我就抱著一個比較持平的心態 拿了貨 就暫時拿著先咯 那但是你說拿了太多貨的話呢 你都要考慮自己持倉的能力的嘛 或者能耐 有時候呢 跌一天不怕 兩天不怕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一個禮拜 是會腳軟的 那如果真的這樣的 倒不如早早把自己擺在一個安全的位置 就是說 盡可能不要用孖箭來做貨啦 在牛皮淡淨當中呢 用孖箭來買貨呢 很多時候吃虧的就是自己 因為最低限度 利息支出 也是一個承擔來的嘛 那到市好的時間呢 你再借錢 加著買下去 那就零買當頭起咯 是嗎 至於中線的部署的 老實說 只要有足夠的持貨能力 不是拿太多的話呢 我覺得遲形保態就行了 我對後市的看法呢 始終來講 不會看得太淡 不過短期來講呢 持續這樣是 反覆大院呢 暫時來講 就消除不了了 那好啦 今天講到這裡啊